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了尾声 日军也已经是强奴之末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日军和英军却在周南半岛缅甸的西唐河湾 爆发了一场悬殊的战争 之所以说悬殊 是因为英军仅仅付出了阵亡95人的代价 就成功歼灭了1.4万名日军 让日军不得不认清现实 打消了企图在缅甸赋予完抗的想法 那么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 时间回到1944年5月 这个时候法西斯州新国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 当时在欧洲 苏联已经把法西斯德国赶出了自己的国境线 赶回到了战争起始地 盟军也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准备开始反击 在太平洋 美国也已经占据主动 成功收复了关岛和塞班岛 一举攻破了日军所谓的马里亚纳外环 绝对防御圈 而在东南亚地区 日军也陷入了泥潭 因为没有突破印度东部防线 导致他们占领印度全境的妄想 变得遥不可及 反倒是一句 日本是石草民族的口号 让日军前线 进攻部队陷入到了缺占少粮的困境 有近外名官兵 由于得不到相应的给养和救护 白白丢了性命 这也加缩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 营军在威廉斯利姆将军的带领下 开始由失败走向胜利 向驻抓在缅甸的日军 发动了反击 一直到1945年6月 英军一路势如破竹 攻破日军多条防线 彻底将日军赶出了缅甸 仰光 一句挫霸了日军 想在东南亚地区 站稳脚跟的美梦 这个时候 美军在缅甸的形势一片大好 已经在缅甸地区 推进了近500公里 最远他们已经到达了缅甸中部的 西唐河谷一带 按照威廉斯利姆将军的想法 他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将集中精力 将日军赶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然后捎带手 把盘踞在中南半岛 东南地区的日军 一举歼灭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日军第28军的英警省三 为了躲避英军的合围 准备将部队撤离到 一路瓦底江古地 但当他们逃离到 佩谷有马斯山附近的时候 十分意外地 与另外一支部队 日军第150旅团会合 发动攻击 想要突破英军 在西藤河谷的封锁线 这样就会让突围大部队 逃往泰国 英军立马发现了 日军的反常举动 见到他们不是想逃离 反而要进行战斗的姿态 已经判断出日军 有可能是要进行突围 就是在这个时候 喜出天降 印度一支侦察队 在袭击一支日军小分队时 意外缴获了一个文件带 里面居然是日军的突围计划 喜出往外的印度人 立马将这份绝密情报 送到英军前线指挥部 英军斯托福德将军 在看过日军的计划后 立马命令弗兰克梅斯维希将军 带领英军第四军 围绕到日军的后方 从而堵截住日军的退路 顺便还能来一个围点打员 一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耻辱 英军第四军团 下辖英印军 第十七印度步兵师 第十九印度步兵师 英印军第六十四旅 是一支参加过欧战 由英军和印度精锐组成的部队 其他两支印度部队 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检验的部队 不像斯利姆核战役中的那些 印度军一样水 所以英国指挥官高度信赖他们 这个时候 日军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突围合作计划 已经由英军全面掌控 还是按照作战计划的企图 按部就班的推进 日军英警将军还刻意下令突围部队 在进入战斗前避免开火 企图用突袭的方式 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从而突破英军的围追堵截 然后渡过西唐河 日军英警将军天真的认为 只要对英军进行突袭 日军就可以牺牲小部分人的代价 让大部队跳出英军的包围圈 但是日军英警将军忽略了日军渡河装备的短缺 从而导致他们在渡河时 在制作木阀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一误了战机 使得他们早就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时机 日军的突围战一直拖延到7月3日才正式展开 此时的日军第33军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 他们试图协助英警将军的部队突围 但是英军早就严阵一带 还给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大圈套 故意放日军第33军按计划前进 直到日军进入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区 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击 用大炮对日军进行了猛烈攻击 英军的炮火让日军33军措手不及 很快就人扬马翻 日军携带的几门宝贵的榴弹炮也被英军摧毁 见到此种状况 日军第33军牧村将军直到再不走 就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 不得不下令迅速撤离 与幸存官兵一起逃出了英军的包围圈 虽然日军第28军没有等来支援的33军 但日军的第28军英景将军还是决定于7月15日按计划实施突围 可是当攻击开始后 英景发现自己错了 对岸的英军为他和他的几万士兵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斗角场 一个个活动的火力点 坦克车 装甲车 把死亡的阴影投射给了准备渡河的日军第55师团的全体官兵 对岸英军一次次的反突击 造成大量日军伤亡 特意赶来观望的缅甸军队也做好了和日军战斗的准备 英军还投入了两个坦克中队 希望通过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 收拾日军的漏网之鱼 特别是倒霉的日军第55师 碰巧进攻路线正对着英军的装甲部队 直接冲进了英军的火力网 大约一千余名士兵牺牲 其余的只能连爬带滚 鬼哭狼嚎地逃回了林子里 据一位当年参战的老兵的回忆 在他的火力点前 他的机枪就达到了有差不多一千名日军 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日军尸体 被西塘河的流水冲到了下游 由于尸体太多 还一度造成下游的堵塞 同时导致西塘河的这一段交战地域的河水上涨 但是 所有的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日军指挥官的信心 在看着一波波倒下的同伴尸体之后 攻击并没有停止 反而越演越烈 那种情景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接连几天 日军第55师团就这样在西塘河旁 被全部消灭 在55师团刚刚灰飞烟灭后不久 第54师团也赶到了西塘河边 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准备 全体就向对岸发起了攻击 结果还是一样的 没有几天第54师团也全军覆没 对于日军来说 此时面临的战争局面是绝望的 如果渡河就会被英军的火炮轰进河底位于 如果从公路走 又有印度第19步兵师和英军坦克中队的封锁 而自己所预留的粮食弹药 已经不够满足继续作战的需求 许多人甚至依靠吃一些树叶 野菜维持生命 更有很多士兵喝了脏水而上吐下线 此后不久 日军中开始出现了疾病 许多的士兵因感染疾病无法战斗 等待他们的只有虚弱的趋势 比疾病横行更为可怕的是 许多士兵不能行动 或者行动缓慢 结果成了英军绝佳的活靶子 英军轰炸机则每天都能将炸弹投在他们的头上 这样日军更为难过 到了七月底的时候 日军已经彻底的陷入了绝望之中 几次突围和解围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而英印军中 由山地兵组成的猎杀小队 不断的在丛林中围捕日军 只有那些向正牌英军投降的家伙 才能保住小命 这使得日军的组织度和士气 下降到了最低点 许多士兵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他们漫无目的的在丛林中游荡 走向死亡终点线 也有一些还没有被绝望逼疯的日军选择了投降 日军此战总共伤亡多达1.4万人之多 患病者多达近2000人 而反观英军方面只有95人阵亡 322人负伤 因水土不服 和物影脏水感染病者 大约1500人 可以说打出了神乎其神的交换笔 此次战役结果之后 日军在中南半岛已经无法继续下去 缅甸地区尚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投降或者稀里糊涂的为他们的天皇尽忠 西唐河湾战役可以说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盟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同时已标志着日军全面退出中南半岛的一战 此次战役使得许多日军官兵看清了现实 放弃了继续顽固的想法 而让他们看清现实的正是盟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日军在战斗之前就看清现实 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白白送命 但历史没有假设 日军背负欠下的亚洲人民的血债 1941年3月4日 中日双方在南昌附近的盛高地区发生了一场激烈会战 国人将其称之为上高会战 日军则将其称之为紧将作战 这场会战是由日军率先挑起的 但最终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兵源充足的装备精良的日军竟然战败了 作为抗战以来 我方正面战场上少有的胜仗 这次会战也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 那么这场会战又是因何而起 国军为什么能打赢有备而来的日军呢 1941年初 因为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百团大战 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震动了日本全军 日军意识到不能对后方的这股力量掉以停筋 于是日军的华北方面军计划着想要攻打中条山 但由于兵力太少 便希望将驻扎在江西南昌的第十一军 第33师团调往华北作战 当时占领南昌的日军只有33师团 34师团 而干东 干西和干北均有中国军队 尤其是有第九战区 薛岳 罗卓英所部这样的强劲对手 南昌日军总是感觉如芒在背 非常不安 因此把33师团调走之前 日军大半营决定从上海调来 刚编程不久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 补充南昌兵力 33师团调走是在当年4月 2月份第20旅团已经到达南昌 这意味着4月之前南昌的日军不减反增 共6.5万人左右 对于34师团团长大鹤帽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趁33师团还在加上20旅团 一起干掉威胁最大的19集团军 不然33师团一走 自己独守南昌的日子会很难熬 大鹤帽极力劝说 11军司令官原部和伊朗发动紧将作战 北陆军由第33师团团长 英警省三指挥 自安逸武宁直扑凤新一带 中陆军由第34师团长大鹤帽指挥 兵发西山大城 南陆军由第20混成旅团团长 池田执三指挥 从异渡接触发 异渡紧将从后背打击上高等地的中国军队 将19集团军压迫在上高地区加以维艰 尽管原部和伊朗对大鹤帽的方案兴趣不大 但是日军有调出部队走之前 必须出击一次的惯例 基于此也就批准了大鹤帽的方案 大鹤帽雄心勃勃地要立一个大功 在他的策划下 南昌日军倾巢而出 必定能够对中国军队进行一次严重打击 削弱中国军队的力量 让其在短时间内无法与之抗衡 然而大鹤帽怎么也不会想到 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是他军人生涯里最狼狈的一次失败 驻扎在江西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收到了日军想要进攻干西北一带的上高地区的消息 并立刻找顾入同的第三战区要了两个军团 分别是李决的第70军和刘多泉的第49军 再加上上高地区的王耀武军团 也就是引进了美式装备的第74军 总计11个师 约10万人 不是只有日军会制定作战计划 足智多谋的司令官罗卓英也想到了一个对战策略 被称为磁铁战术 整个战术分三步走 首先第一步便是诱敌深入 将敌人引诱进来再进行第二步 包围敌人沉重打击 最后再实施一举歼灭 1941年3月15日凌晨 日军北大陆军33师团很快突破第70军 预备第90第19师的阵地 大举向勤心推进 同一天南路的第20旅团试图偷渡锦江 但头两次军被我军击退 甚至在飞机的驻战之下 财渡江成功 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派出五十一师 一个团去增援 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之下 二十旅团被迟滞在 红势令一旦难以推进 中路大鹤帽的34师团气焰很嚣张 该师团2万多人沿着香干公路向西突进 他们不仅想吃掉七十四军 还想把北路被33师团压迫下来的七十军一起吃掉 但34师团这次进攻 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34师团还没到高安 就遭遇了一七零师的猛烈阻击 主阵地上 三二零团的将士们 不惧日军飞机 大炮的狂轰烂炸 坚守阵地 该团接到撤退命令时 伤亡已经超过50% 尽管最终没有挡住34师团 但一零七师的士兵们 用苦战 持之了敌人推进的速度 为友军的展开和部署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3月18日 罗卓英下令高安附近的首军撤退 34师团借此机会快速前插到龙团域 在这里他们将会和他们找到的七十四军展开一番苦战 七十四军是当时中央军的精锐部队之一 七十四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松户战场组建 由五十一师 第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组成 全军共3.2万人 而在这场战役之中 围歼34师团的关键就在于七十四军 放在正面的两个师 能不能顶住34师团的猛攻 如果能够拖住34师团 则给大部分围歼部署争取时间 一旦守不住 34师团攻占上高 或是跳出包围圈 那么之前我们所做的努力 就将成为炮影 3月18日晚 七十四军搜索队和日军前哨部队遭遇 激战由此开始 激战至20日 三十四师团始终无法突破 七十四军当面阵地 着急的大鹤帽指挥部队推到前线 集中大量火炮 并在飞机的支援之下强度似水 随后向七十四军 五十七师 五十八师猛攻 双方混战在一起 尽管日军有空中优势 但始终无法突破七十四军 将士用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 打着打着 大鹤帽突然发现 三十三师团和第二十旅团还没到 这另外两路日军在哪呢 第二十旅团一开始就不顺 被七十四军 五十一师死死堵住 尽管招来飞机驻战 但寸步难行 持续的激战中 二十旅团伤亡千人 更是不知道何时可以突破 五十一师的封锁和三十四师团会合 而二十旅团的迟滞不前 使得三十四师团的难测出现了一个口子 三十三师团就更奇怪了 他们居然不打了 掉头回南昌了 三十三师团团长长英景省三认为 自己的任务是驱赶第七十军 至于把七十军赶到哪里 那他就不管了 再加上三十三师团马上要调派去华北 于是英景省三就象征性的派出部分兵马 去追赶七十军 自己带着主力返回南昌 这样一来 原本三路并进的日军 就变成了三十四师团孤军冒进 三月二十二日 大鹤帽终于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自己原本准备围歼七十四军 七十军 反而成为了中国军队的围歼对象 三十四师团周围有明确番号的 中国军队就有九个师之多 后路被断 弹药运不上来 伤员下不去 三十四师团很可能会在上高全军覆没 心急如焚的大鹤帽 赶忙向原部和一郎求助 原部和一郎立即命令三十三师团返回救援 日军三十三师团救援方向 是七十预备军第九师的阵地 三十四师团拼死突围 三十三师团又突然出现预备第九师后方 预备第九师两面受敌 旁边的十九师也同样遭受猛攻 预备第九师师长张传言认为形势对七十军不利 于是以副军长的身份下令预备第九师十九师撤退 七十军的撤退给这场战斗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十三师团的第二百一十五连队就此冲入包围圈和三十四师团会合 但是围歇三十四师团仍大有希望 此时七十四军在正面阻击阵地已全面出击 进展顺利 增援部队也都抵达战场 我军还有机会对日军实施二次包围 三月二十六日 各部依照罗主英的命令再次将三十四师团包围 大鹤猫发现第二次包围圈比第一次更为严密 三十四师团被包围在南北半径不足五公里之地 为了求生的三十四师团发动了凶狠的攻击 甚至用上了毒气弹 尽管有很多官兵中毒倒下 但七十四军在王耀武的延领之下 攻势没有减弱半分 七十四军甚至一度推进到大鹤猫指挥部两公里的地方 眼看就要避权功于一亿 结果这时一零七师突然撤退了 在战斗最后时刻 一零七师师长宋英仲声称发现了日军 选择了两次后撤 一零七师的撤退使得我军左翼出现了空档 五十八师因此暂停了攻击 结果三十四师团获得了喘息之机 维和三十四师团的计划最终落空 三十四师团向东狂奔而去 最后这场围歼战一言变成了一场追击战 三十四师团虽然冲出重围 但是一路上不断被我军追击 最后狼狈不堪地逃回出发地 三十三师团也好不到哪里去 原本撤离战场的三十三师团重新参战之后 一直受到我军的猛烈侧击 山炮队的弹药用尽 全师团经过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重重困难 才于四月二日回到原住地 此役七十四军拼死立抗 虽血肉横飞 伤亡惨重 仍不烧退 四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军在四千以上 战功显赫 荣获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 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少有的胜利之战 毕伤日军1.5万 常凯申给学悦的电报中说 干北奸敌 举国腾欢 何印钦等人称上高会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 上高会战之后 三十三师团由于损失过大 推迟了调往华北的时间 第九战区部队也没有再发起进攻 南昌战场进入了一段意外的瓶颈 古城始建于明代 这座宝京沧桑的古城 居于西南十万大山深处 1944年 这里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远征军在这里发起对日军的反攻 史称 腾冲战役 此战打得十分惨烈 失衡接向路旁 惨壮不仁直视 在这场战役中 两军逐乌逐相的拼杀 尸体堆满了巷子 日军军官集体自杀 而此战也是一场军民密切合作的战役 腾冲也成了抗战以来 国军收复的第一个 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那么这一仗打得究竟有多激烈呢 日本军官又为何集体自杀 占领腾冲的日军 实际上来自于缅甸战场 在德国横扫西欧之后 同为邪恶周星国的日本 随即响应德国 对英法殖民地东狂进攻 英军不堪一击 缅甸不久后就被日本占领 而此时 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物资 只能从缅甸靠岸 再通过滇敏公路运至中国境内 因为中国的东南沿海 已经被日军封锁 日军也有他的考量 为了迫使蒋介石投降 除了不断地对重庆等大后方城市 不停地轰炸之外 还意图切断滇敏公路 让蒋介石政府忽力无援 最终现出绝境 日军进攻缅甸后 英国殖民者惊慌失措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 在殖民地的利益 延误战机 直到情况十分危急之后 他们才请求国民政府 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滇敏公路 是国民政府 与外国联系的最后交通线 为了守住这条物资运输线 蒋介石派出中国远征军 进入缅甸作战 但是由于英国殖民者的不配合 关键时刻老是掉链子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就遭遇了惨重失败 滇敏公路被日军完全切断 这一失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 十分不利 1942年5月3日时 日军第56师团 占领了国服门要塞满兵 后又攻下芒士和龙岭 下一个就是西南边陲重镇腾冲了 而由于当时的国军守卫司令龙升武 位战逃跑 导致腾冲成了一座 并没有任何防备的空城 令百姓极为寒心 5月10日时 日军56师团的黑风部队 292名日军 不费一枪一弹 就占领了腾冲 在腾冲烧杀抢掠 遭踏妇女 据不完全统计 丧心病狂的日军 在占领腾冲时 烧毁房屋24000余间 抢走6000万斤储备的粮食 整个腾冲一片火海 即便这样 日军也不罢休 还杀害了数万的当地百姓 曾经的世外桃源 顿时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在中华大得烧杀抢掠 一个妇女 蹲在自己家的房屋废墟前 丈夫和儿子都被日军炸死了 5月28日 当地名流绅士刘楚香 徐友藩义愤填 在当地召集会议 商量如何抗日 到了4月 抗日部队预备第二时响应 与当地贤达 知识分子等 开会成立了腾冲离食县委 后来刘楚香召集了 上千名的爱国志士 刘楚香本就是 北洋政府时的国会议员 为人刚正 辞职返乡后 一直致力于 家乡腾冲的教育事业 此时也是因气费于日军残暴 毁弃腾冲物产 才再次出山 筹办训练班 组织民兵武装 帮助国民政府 抢运抗战物资 救助护禁难民 协助抗日部队 在当地打游击战 可谓是当地失身中的开明人士 有担当之人 这一系列的活动 也为后来远征军收复腾冲 打下了群众基础 刘楚香一直致力于收回故土 无奈的是 实力不济 来以撼动残暴的日军 事情到了1944年 有了转机 44年的日军 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 中国战场的抗战 也已经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1944年5月11日 腾冲反攻战正式打响 腾冲城作为本次战役的核心区域 可谓是一幅当关 万幅莫开 是一块极其难可的硬铺头 腾冲的城墙 是用巨石构筑的 日军占领腾冲之后 借着坚固的城墙构筑攻势 并配置交叉火力点 一般的炸弹 根本无法伤 城墙几奔 时任远征军司令的魏力皇 派远征军第20级团军 从滇缅公路北侧直冲腾冲 第11级团军 在滇缅公路南侧攻打龙陵 日寇第56师团指挥官 松山又三 得知远征军进攻的消息 就打算凭借高离贡山的险恶地形 将远征军消灭在这里 这个56师团的侵华头子 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军队 已经不是他们刚侵华时 一退再退的部队 面对险恶的地形 远征军战士没有气馁 反而进攻神速 一路猛攻 绝不放松 很快就攻到腾冲城下 1944年8月1日 远征军士兵 在云南腾冲城外 用美式 八足卡 火箭筒对聚首村落的日军 展开攻击 松山又三 开始坐不住了 忧心忡忡 亲自带着主力部队支援前线 并命令第56师团的148连队 死守腾冲 等待援军的到来 148连队 此时兵援不过2000余人 连队长藏众康梅 日夜不停地修筑防御攻势 腾冲城内部唯一的制高点 是来凤山 这里四周险峻 一守南攻 敌扣在此布下层层铁丝网 还在地面上设置大量的地雷 埋伏准备 让远征军战士有来无回 为了抢战来凤山制高点 战士们总共打了整整17天 当时的藤中百姓 都站在附近的高处 远眺藤中的两军交锋 看到远征军在城下艰难作战 很多百姓抑制不住心中 抗敌保家的热情 跑到战场 为战士们背沙弹 送子弹 送食物 一直在为远征军的后勤做保障 附近的抗日民兵武装 也不甘忍后 配合远征军的攻城作战 远征军看朴实的百姓们 忙前忙后 杀敌热情高涨 誓死要拿下来凤山 不死不罢休 日军在来凤山驻扎了一个大队 战斗打得异常的惨烈 盟军以12架飞机为先导 到达来凤山上空头下 上百枚的燃烧弹 一时间山上大火熊熊 日军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坚守来凤山的日军 因此损失惨重 死伤人数节节攀升 再加上远征军不断的猛攻 来凤山眼看就要失手 只见藤中城里冲出300多的日军 偷偷摸摸地想要上山增援 这股日军刚出城 就被我远征军预备20第6团截击 远征军战士在阵地架着机枪 没一会儿就全肩这波往前冲的日军 战役进行到8月2日 远征军五个师 向藤中城再次发起猛攻 日军第56师团兵分多路 打算以优势地形 分割阻击远征军 远征军也毫不退却 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的 与日军血战到底 直到逼近城墙下 为了打开城墙 远征军想了很多办法 一度将炮弹与尖锐物结合 定入城墙 从而引发爆炸 爆炸后 腾冲的城墙 破了一个十多米的口子 远征军但是冒着炮火 一涌而入 攻进腾冲城内部 在城内与日军 进行了大规模的逐接逐向的争夺 因为建筑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日军早把这里的建筑当作据点 远征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战况就如二十级团军会战概要理技术的 攻城战役 一寸一寸的争夺 处处都要激战 我们与日军打至贴身肉搏 山川都被震动 杀声响彻云霄 尸体东倒西歪 堆满了街巷 鲜血流的路上到处都是 这不是夸大战况 而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事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一天推进不过机密 日军在这里经营了很久 再加上日军修筑攻势和堡垒的技术精湛 他们早就预想了 一旦中国军队攻来的作战方案 在城内布置了大量火力点 战后有一名老兵回忆到 战况最激烈时 有一个连队刚往前发起一波冲锋 没一会 连队的伙夫挑着饭菜去给士兵送饭 发现没有一个人过来食用 因为整个连队的人全部都牺牲了 一个都不剩了 伙夫想着上顿饭还都在 怎么这回就全没了 火夫挑着饭菜在山头一阵痛哭 藤冲作为西南边陲要冲 自古就有加固城墙的习惯 当年龙升武没有放一枪 将这个天然的堡垒拱手让人 今天在攻打藤冲 可谓难上加难 激烈地向战之后 面对驻守藤冲的日军连队长 藏众康美 远征军丝毫没有心思手软 一枪毙命 藏众康美死后 日军指挥官由太田证人大卫担任 战士们要再向子里一间一间地排查防务 当时有些战士为了隐蔽自己 不得不从一堆堆蛆虫中爬过 被发现时 战士们只能将死尸堆起来 充当防御攻势 据参战的老兵后来回忆 非常解气的是 远征军战士使用火焰喷射枪 将路掌烧开 消灭隐藏在据典里的日军 效果非常好 烧得日军抱头鼠窜 惨叫声连连 9月12日 日后太田证人也知道自己将无力回天 于是就下令把将军旗和密电马全部销毁 还将受尽苦难的慰安府全部杀掉 两天之后 这位指挥官在被远征军包围后 信奉武士道精神的他 带领裁鱼部队集体自杀 经过42天 焦土 支战 远征军全坚守敌 腾冲一战 一共打了127天 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40多次 日军指挥官及藏仲康美大佐以下的军官 全部被击毙或者自杀 6000多名日军被歼灭 基本没有活口 但是中国军队工程经验一直有欠缺 这是国军抗战以来 收复的首个日军驻守的现成 但是也付出了伤亡军官1234名 士兵17075名的巨大代价 腾冲解放后 百境欢腾之余 也自发纪念参战了袁征军 明是李根源 经过多方奔走 在腾冲修建了一座陵园 如今叫做国伤陵园 陵园里如今安葬着3346块腾冲阵亡将士的墓碑 和19块盟军战士的墓碑 整个墓园包括了纪念塔 英雄墓 纪念堂等 在墓园大门右边 还有一个特殊的本种 很小被石头围着 上面的字却很大 刻着两个大字 窝种 很显然里面埋着金华窝寇 里面是两名日本军官 埋葬的时候 这两名军官双手被板绑 成桂兹被掩埋在墓里 就是要让他们面对满山的中国军人 墓长归不起 为阵亡将士谢罪 为中国人民谢罪 当时腾冲百姓认为 日军的尸体不应该掩埋 因为日军罪恶滔天 尸体应该放在太阳下曝晒 但是李根源觉得 这样不卫生也不人道 就将日军板绑下跪安葬 还提了 窝种 二字 这个窝种中国独死一家 他见证了日军的侵华暴行 也有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历史 1945年3月的一天 御人天皇出现在东京市中心 然而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并没有激动 狂热的民众 前来瞻仰他的圣容 因为这座城市 刚刚经历了一场 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轰炸 东京大轰炸 御人天皇此时所能看到的 不再是他所统治下的神国王都 而是人间地狱 这位军国主义元凶 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 开始战立 开始恐惧 开始有了一个念头 投降 那么东京大轰炸 其规模和威力达到了什么地步 以至于让日本天皇都胆战心惊呢 1941年12月7日 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 派出350余架战机 对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实施了两波无差别轰炸 并向美军多艘战舰发射鱼雷 当时的美军几乎毫无防备 他们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醒来 然后仓促进行自卫 但由于日本先发制人 整场战斗在90分钟内 就以日本的完胜而告终 日本不仅炸毁了美国188架飞机 还炸成了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 导致2400名美国人丧生 还有1250多人受伤 作为当时的世界当老大 美国从未想过 自己竟会被一个小小的日本轰炸 这对他们来说 不仅是挑衅 更是奇耻大辱 美国总统罗斯福 第二日就发表了国耻日演讲 美国由此正式加入二战战场 珍珠港事件 使美国的民心士气跌到最低点 为了唤起民众的信心 罗斯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空袭 日本东京 已向美国民众表明 珍珠港遭袭绝不是美国的末日 美军有战胜日军的能力 1942年1月 美国海军总司令 决计对日本发动一次空袭 首选目标就是 日本首都东京 经过一系列慎重的挑选 航程达1932公里 有万能轰炸机美誉的北美公司 B25型米切尔型轰炸机被军方选中 美国于1942年4月18日 向日本进行了空袭东京任务 以作为对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报复 任务是由著名飞行员吉米 杜利特中校一手策划 所以又称杜利特空袭 执行任务的飞机为16架 美国B25米切尔型轰炸机 此次轰炸除了东京外 还有横冰 民谷屋 神户等地的军事设施 但由于当时轰炸机的性能不足 此次轰炸造成的破坏相当有限 政治上的意义大于军事上的意义 也没有后续行动 对于这个结果 美国显然是不甘心的 于是下令加紧对轰炸机的研制 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拿投入30亿美元 令波音公司研制新的战斗机 在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 波音公司历时三年 终于研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空炸机 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 这款轰炸机的时速能达到563千米每小时 飞行高度超过一万米 甚至还能携带9000公斤的炸弹 在当时来说 这无疑是最先进的 B29问之后 美国立即将它投入日本战场 但就在美国以为自己这次必胜时 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B29选择的出击基地是中国成都 这是当时盟国方面距离日本本土 最近的路上出击基地 有3700公里之遥 以B29之航程等于有去无回 只有靠采取中途加油 减少载弹量等来精力延长 1944年6月15日 美军派出68架B29 从中国成都起飞 轰炸位于日本九州岛的钢铁厂 但这次攻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 故此B29在中国的日子里 只对日本发动了有限的攻击 直到麦克阿瑟的跳岛战术 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岛屿后 美国第20航空队被编配到第21轰炸司令部 并开始筹备使用B29 对日本本州岛的大规模轰炸 1944年10月24日 美军派出88架轰炸机 空袭东京 易于进行一次白天的精准轰炸 但一到东京上空 美军就傻眼了 与德国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重工业基地不同 日本的军事工业 散布在零星点点的居民区中 不仅目标较小 而且非常不容易遭到攻击 最后美军派出的88架轰炸机中 只有10%命中了目标 再加上当地多风的天气 非常影响轰炸的精准度 再这样下去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弹药 就在美军陷入困境时 美军轰炸机部队司令李梅 在考察当地地形和风向后 发现日本建筑都是木质结构 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由此开展 李梅全名叫科蒂斯·艾莫生李梅 这是一个性格轻易 作风大胆的男人 相比于防御用的战斗机 李梅更倾向于进攻用的轰炸机 1944年6月 他被作为最具潜力的轰炸机指挥官 从欧洲调到亚洲 再仔细观察了和日本相关的情报后 他发现日本的重要军事工业目标 多集中在城市附近 而日本城市的建筑物 大多是木质结构 极易起火 消防能力差 如果将平时投放的高爆炸弹 改用燃烧弹 效果可能更好 1945年2月23日 美军首次对东京采取了大规模燃烧弹攻势 共174架B29轰炸机 在东京抛下大量凝固汽油弹 把东京约2.56平方七米的地方混毁 这就更坚定了李梅实施大规模火攻的决心 为了能携带更多的燃烧弹 他下令拆除轰炸机上 所有的枪炮 塔炮 以及弹药 以减轻B29的重量 而对于高空轰炸不精准的问题 李梅同样有了解决办法 他发现日军夜阵的装备不足 于是决定在夜晚1500米到2000米的高度 实施夜间低高度轰炸 该计划时已经习惯了安全的 高空投弹方式的轰炸机组人员 一律重重 李梅毅然决然地延后 将计划乘送华盛顿的时间 并很有魄力地承担 这次作战任务的全部责任 1945年3月9日夜间 由李梅策划的代号为火牛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正式开启 美军派出334架B29轰炸机 从马里亚纳军岛出发 日方虽侦测到美军飞机 并派遣战斗机随即升空拦截 但由于美军飞机航向的关系 日军误以为东京并非美军飞机的攻击目标 而放松了警戒并解除警报 但是10日凌晨零时刚过不久 两架导航机到达东京上空 在预定目标区投下照明弹 接着投下燃烧弹 烧出了一个十字燃烧区 为后续轰炸机指示目标 随后大批轰炸机 以单机间隔 依次进入投掷2000吨燃烧弹 这些燃烧弹包括凝固汽油弹与白鳞弹 落地之后四处飞溅 木质结构的房屋沾之极燃 当夜东京又有时速30余公里之大风 风筑火势火界风时 烈火席卷了整个东京 地面温度几乎在瞬间达到了1000摄氏度 使地面的一切可燃物瞬间起火 那不到万人的东京消防队伍 在这样的湖海面前 很快就崩溃了 他们连扑灭其中一处的能力都没有 一些人为了求生跳入河流和池塘中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河水和池水也在高温下开始沸腾 跳入其中的人同样难逃一死 至于那些躲到防空洞中的人 则大多被高温烘烤而死 这一夜东京城的四分之一被焚毁 超过百万人无家可归 甚至光是灾后清理尸体 日本政府就花了整整25天 虽然此次美国并没有对东京投下原子弹 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威力 与原子弹比起来也不狂多让 但让日本政府想不到的是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火攻东京后不到30个小时 美军又出动了317架B-29 轰炸了明古屋 是该式的飞机制造中心 化为灰烬 接着就轮到了日本第二大城市 大阪 到4月13日时 日本各大城市已经遭受了美军 10万吨炮弹的轰袭 就在日本民众都人人自危时 李梅的下一个举动则让他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 继前几次轰炸后 为了对日本的战时经济实施毁灭性打击 李梅特意派美机投下警告传单 通知下一步的轰炸目标 一瞬间 慌乱和恐惧占据了所有日本民众的心 他们每天都像是在等待死亡的宣判 仅一夜之间 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往农村 工厂的出行率断崖式下滑 日本战时经济陷入瘫痪 到1945年5月9日时 美军再次出动300多架轰炸机 光临东京 将1000多架炮弹 全部扔在了56平方公里的居民区上 顷刻间 整个东京化为湿山火海 但这还不算完 1945年5月26日 美国再次出动500架B-29轰炸机 对东京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轰炸 燃烧弹引起的大火自听而降 高楼漂浮在火海之中 陆地上的一切可燃物全被烧光 甚至在250公里外的太平洋上 仍可看见冲天的火光 这场大火之后 东京彻底沦为一座死城 所有建筑化为灰烬 甚至失去空气价值 而这可能也是美国后来 投原子弹时没有选择东京的原因 然而即便如此 穷途末路的日本依然执迷不悟 甚至开始鼓励全国老少 一起用生命抵御美军轰炸 在此情况下 美国为了加快战争进程 最终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 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投下两颗原子弹 如此一来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日本 终于无力再战 最终于1945年8月15日 宣布无条件投降 最后的国军士兵 默默镇守边疆四年之久 面对着生活在苦寒环境下的戍边战士 解放军们顿感肃然起敬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1950年3月 中国解放军第五室第十五团特务联 来到了一个名叫塞图拉的地方 这个地方中年积雪毫无人烟 妥妥的生命禁区 别说人了 就连动物想在这里生存都够巧 放眼望去 除了遍地白雪外 还有着一座哨所 而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入驻塞图拉哨所 他们本以为 迎接他们的只有白雪矮矮的苦寒环境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塞图拉哨所里 居然还驻守着一个班的国军士兵 这群人跟我们以往 所熟知的国军士兵大不一样 在大家的印象中 国军士兵那都是穿着崭新的军装 背着美式的武器 一个个都十分壮实 根本不用为生活问题而发愁 但是眼前的这几个人 却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 他们衣衫褣破就不堪 脸色蜡黄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穿着国军的衣服 我们很难将他们 与拥有豪华配置的国军 联系到一起 看到解放军的到来 他们还十分亲切地上前迎接 并大声感叹 四年了终于有人来换班了 但是看到解放军的装束后 他们询问到你们怎么换了新军装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俨然一副消息不通 与世隔绝的样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群戍边战士 苦守边疆四年之久 塞图拉哨索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 接下来 就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死亡禁区 塞图拉哨索背后的故事 塞图拉是个古老的商贸通道 也是丝绸之路的南方交通要塞 是通往南疆和印度的必经之地 也正是因此 塞图拉就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一大块肥肉 1877年清朝末代 因为朝廷的腐败无能 导致国家实力激弱 各地动荡不安 一边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占 另一边边疆地区有外敌趁乱入侵 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 浩瀚汉国的头领阿古伯 在阿古伯入侵新疆地区后 沙俄两国也趁机企图侵占中国伊犁 一时间边疆战况告急 随时面临着失守沦陷的危险 但是面对这种十万火急的危机 清朝官员们却不是团结一心欲敌 而是展开了海防和赛防的争论 甚至有人说应该放弃边疆的防御 将全部力量调去海上 加强海上建设与海上之敌 面对这些荒谬之言 左宗堂将军那是再也忍不了了 大声呵斥了这些没脑子的官员 左宗堂将军认为海防和赛防一样重要 只要边疆守住了 才不会出现我退寸而敌进尺的局面 而后 左宗堂将军的想法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朝廷随即下旨 命令左宗堂选择时机前往新疆 平叛军之乱 左宗堂也没有令大家失望 看准时机一路向西出兵新疆 这一战可谓是打得天昏地暗 经过一年多的写拼 西征大军成功击溃阿古国军队 大获全胜 伊犁等新疆领土 也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在此之后 左宗堂考虑到新疆地区山高皇帝远 唯恐再有叛军作乱 所以建议朝廷派重兵把守 才可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1877年年经朝廷批准 左宗堂从清军中筛选出了一百多名士兵 组成了赶死队 带着粮草翻越无数大山 最终来到了位于 卡拉昆仑山脉的赛图拉 因为这个地方位于 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 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桥头堡 西方列强想侵略新疆 就必须从这里经过 所以为了能保证第一时间 知道列强的侵略行动 左宗堂就派这些赶死队到赛图拉来 建立一个军事哨卡 以此为据点 建立起清王朝在新疆的军事防御体系 自此赛图拉哨所正式成立 赛图拉哨所 作为当时中国海拔最高的驻兵点 足足有3500米那么高 赛图拉哨所所负责巡逻的边境线 也有足足800公里那么长 据当时驻扎的赶死队统计 想要完整的巡逻一边 最少也得三个月时间 最主要的是赛图拉地理位置极其恶劣 不仅海拔高 而且天气还多变 距离哨所最近的居民区 也有几十里的路 所以赶死队员们 一直都没有好的后勤保障 在巡逻的时候 饿了只能吃烟菜 他们心里知道一旦来到这里 就不可能活着回去 于是他们顶着各种恶劣的天气 在这地方一待就是好几年 很多人也就此永远长眠 在了这块土地上 1911年清朝政权被推翻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按道理来说 赛图拉哨所这种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民国方面 应该会第一时间派兵前来接管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民国刚一成立 袁世凯就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坐上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 之后各路军阀混战 抢地盘的局面也就开始了 而塞拉图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 自然也就没人想去接管了 直到1928年 新疆省都军杨增兴宣布归顺民国 这才注意到塞拉图哨所这个地方 并派兵接管了这里 这个时候 距离大清猎亡已经过去了20年 据称 当民国的军队到达塞图拉哨所的时候 这里还熙熙散散存活下来几个人 但是看他们那骨瘦如柴的身体 和蜡黄的面庞 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 身上的清军服装 更是不知道补了多少个布丁 他们当中 有的人已经是两并白发的老人了 但是还依然坚守在这里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是保卫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而国军士兵 也被清军这种欺而不舍的精神 给感动了 就把他们留了下来 一起镇守在遥远的边疆 虽然这段往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但是这也给塞图拉这个死亡禁区 增添了一丝悲壮的色彩 在民国军队接受塞图拉地区后 此地的边防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1928年民国在塞图拉建立了边卡队伍 并且每一年进行一次换防 而且每年的兵力都在增加 直到1937年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时候 这里的边防队伍 已经有一个团那么多人了 虽然相较于清朝士兵来说 他们的装备都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在这一时期里 他们的生活条件依旧很艰苦 巡逻边境线的时间 还是需要三个月至久 夏季炎热没有水河 冬季寒冷没有火炉取暖 实在是冷得遭不住了 就把牛粪晒干做成煤块来烧 以此来取暖 到了晚上没有灯光 四周乌漆漠黑 只有没有灯照亮前方的路 而玉米面糊糊 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冲击物 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 所有士兵只能紧紧靠在一起相互取暖 但即使他们面临着如此的静命 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因为他们和清朝士兵一样 明白自己是第一道防线 而自己的身后是自己的祖国 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也正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 所以士兵们宁愿去前线打仗 也不愿意来这里驻守 上面我们讲到过 这里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换防 但是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 全面统一战线的建立 这里就彻底被遗忘了 戍边的战士想申请去前线战斗 但是当地的百姓苦苦哀求 这些战士们不忍心丢下百姓们 就继续留下来驻守边疆了 在这些人的心里最期望的 就是有人来换防 他们每天都会站在哨所门口观望 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漫天白雪 和刺骨的寒冷 从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 这里就再也没有换过防了 而这些战士一盼就盼了四年 面对着与世隔绝的环境 他们几乎是用命在抢手关卡的 但是这些战士们 却依旧保持着一颗坚定的心 镇守在这里 他们何尝不想回家 何尝不想 与自己的父母或者妻子一起吃团圆饭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祖国才是重中之重 就这样这群战士在这里一守就是四年 直到有一天 站在哨所外面的战士们 看见了远处有人的身影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了起来 因为他们以为是有人来换岗了 1950年奉中央解放西藏的指示 中国解放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特务联 奉命前往新疆塞图拉绍卡 行军的部队一路历经坎坷 他们越深入这座大山 越能感知到环境恶劣的猖獗 在大山里的地面上 到处都是锋利的碎石块 不少士兵的鞋底都磨破 更有甚者脚底板都被碎石块给刺伤了 就连运送物资的马匹都不堪受累 直接倒在了路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赶路 解放军们终于到达了塞图拉 但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震惊 放眼望去只有茫茫的大幕 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几个矮小的灌木丛 而且空气稀薄 人烟稀少 正当解放军们 徒步前往塞图拉哨所的位置时 远远地看到了几个人影 这可把解放军们给吓坏了 他们还以为是敌人入侵边境吗 立刻就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哨所里 居然出来的几个身着破旧军中的士兵 他们看到解放军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解放军们看着那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庞 他们确信这不是敌人是自己人 而且还是国军 但是 这跟他们印象中光鲜亮丽的国军 不太一样 眼前的这些人瘦骨灵循 说他们是乞丐都不为过 进入哨所后 这些国军战士们一下子把解放军团团围住 因为他们在这个冰天雪地里 已经待了好几年了 突然见到了自己的同胞 内心很是激动欣喜 更有甚者直接抱住了解放军战士 把头埋在解放军的肩膀上 边哭边埋怨 你们怎么才来 我们在这里过了好长时间的苦日子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原来因为这个地方过于偏僻 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公路或者通讯设备 所以外界的消息根本传递不进来 这些可怜的士兵们 压根就不知道国民党已经战败 看到解放军崭新的军装 羡慕地说难道我们又换新军装吗 看到这些面黄鸡兽 衣衫蓝绿的战士们 解放军们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仅仅一年的助手 就能让一个大小伙子苦不堪言了 就更别提四年了 而这些战士们 却真真正正地坚持了四年 等到终于有人来换他们班的时候 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中国了 如今中国已经在塞图拉地区 建立了新的边防战 虽然塞图拉哨所的就职已经废弃 但是塞图拉哨兵的精神却永存世间 一直流传在塞图拉地区 流传着一批又一批 现在的人们生活在一片星星巷龙里 没有战火的清洗 也没有艰苦的生活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都是一代代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吧 战士上有这样一场会战 波及湖北 河南 江西 安徽四大省 敌我双方投入兵力累计超过150万 大小战斗爆发超过数百次 持续时间长达四个月 最终国军以己方伤亡40万的代价 避伤日本15万精锐部队 甚至还打破了日本在所有战役中 从没有任何一个师团被全坚的记录 同时这场战役也是抗认战争 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而其中的一场会战的胜利 还曾被著名军事家叶挺高度赞扬为 与平行官胎儿庄顶足而三 盛名永不垂朽 这场战役就是武汉保卫战 从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就制定了迅速征服中国的计划 最初日本认为 只要攻占上海和南京 中国就会投降 可事实并非如此 国民政府及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 大举膝迁至西南重庆 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 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 到1937年底 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 而且很多战略物资都是通过广州上岸 经由越汉铁路到达武汉进行周转各地 松户会战 徐州会战等战场频频失利 除了广东沿线的海岸 青岛 上海等 对外港湾几乎全被日本控制 因此以保护仅剩下的广州沿海 与内陆联系最为关键的驱扭 武汉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也正因如此 妄图三月灭华的日本将目光瞄向了武汉和广州 为了打下这两个地方 日本人疯狂到孤注一掷 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 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 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 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战场的 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 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禁卫师团 甚至就连这唯一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很显然 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 给予国民政府致命机 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 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在日本新举国之力押向武汉的同时 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 一一进入战舰40余艘 飞机200余架调至武汉 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池京 将可用兵力尽数截击至武汉周边区域 共120个时约110万人 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 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都师 武汉会战开打了 1938年6月 国民政府制定了武汉保卫计划 不再置之于城防战 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 依托有力地形层层布防 守武汉而不占于武汉 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 狱 鳄 碗 干 四省 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主要想法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凭借高机动性部队构筑梯次防线 以此来消耗日军实力 这120个师的兵力 主要分为江南和江北两个部分 长江以南由第九军区司令陈诚指挥 27个军被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驻扎在颇阳湖 九江 以及其他重要据点中 这部分兵力主要是构造外线攻势 负责正面阻敌 而江北部分则是由第五军区司令官 李宗仁负责指挥 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南米 丘陵湖沼地带 主要呈现出内线防守之势 防止敌方从险境之中取道 以捷径攻略武汉 至于日本方面 同样对军队序列做出了调整 为了更好的攻克武汉守军 日本累计派出140个大队 总人数超过35万 除此之外 还有海军的120多艘舰艇和空军 500多架飞机 可以说双方对于战局的把控基本相同 这是一场没有巧取 只有硬碰硬的战争 在这场会战中 有一场绝对绕不开的战役 那就是万家岭战役 这是整个抗日时期 唯一全街日本整师团的战役 同样也是与平行关大节 台庄战役并称为三大节的大胜之一 1938年7月26日 日军顺利占领九江 为了尽快占领武汉 日本方面下令106、101、27三个师团 分兵三路 由德安南昌出发 先袭击长沙 进而对武汉发动攻击 为了粉碎日军的包围计划 中国方面派出了有军神之称的国军 第四军军长薛月 前往长江南岸战区的南巡铁路沿线 对106师团进行阻击 德安地区的战役打响后 日军在南巡进军德安的途中 受到了国军的严密打击和拼死抵抗 双方在战场周旋 胶着了一个多月 日军106师团根本无法靠近德安 而德安地区是进军武汉最重要一环 负责武汉作战的日军总司令 港村宁次 9月20日对106师团 下达了突击的最后通牒 务必尽快拿下德安 与其他师团会合 发动对武汉地区的最后总攻 106师团的松浦纯六郎 为了绕开国军的阻击 决定带领军队秘密深入万家岭内部 进行齐齐作战 切断南巫铁路 然而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其实早已被雪月察觉洞悉 但他却没有对106师团的进行步伐 进行阻拦 而是在万家岭地区 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等待106师团深入山地 从而一网打尽 日军总指挥港村宁次 在观察前方发回的情报时 大吃一惊 因为从空中发回现场照片资料来看 106师团似乎进入了包围圈 联盟将106师团当前处境 通报了松浦纯六郎 然而为时已晚 国军的诱敌深入计划 已经开始收网了 与此同时 被派来支援106师团的27师团 也受到了国军伏击 根本无力支援 祸不单行 此时的106师团又陷入了新的麻烦 指挥官手中的地图标点 与当地实际地形有很大出入 根本找不到正确出路 106师团的情况已经相当危险 随后27师团的本间清雅 为了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 竟然罔顾支援106师团的命令 带领手下军队仓皇逃窜 最后一点何为突破的希望破灭 薛悦得到了27团逃窜消息 第一时间下令缩小包围 向100师团靠拢 进一步挤压其突围空间 7日薛悦已经制定好了 对106师团最后的总攻计划 然而却接到了蒋政府下令薛悦 撤军长沙进行休整的命令 其目的竟然是为了 能尽最大程度的保留实力 薛悦断然拒绝了蒋政府发来的建议 坚持按照原计划部署最后的作战 9日薛悦下令发动最后一次 也是最猛烈的进攻 全军受到鼓舞 最后甚至进入了白忍拼杀的状态 106师团一步 被气势汹汹的国军逼到了只有 三四里地的狭小地带 经过一天一夜的持续拼杀 106师团在10日凌晨 只剩下仅有的200余人 10日晚万家岭战役正式结束 遗憾的是指挥官松浦纯六郎 在日本空军掩护下逃窜 未能升服 万家岭战役立从9月28日开始 到10月10日结束 历时12天 106师团仅百人身还被俘 其余1万多人尽数被歼灭 整个战场布满敌军尸体 弃血物资无数 万家岭战役虽然迎来大劫 但是在武汉会阵中 日军最终还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7日日军在7月下旬 于长江以北经历一番血战后 陆续突破了31军 68军以及84军构筑的防线 攻占了太湖以及宿松等地区 眼见武汉便是近在眼前 好在白崇喜率领部队迅速展开反攻 最终成功收复了太湖和前山地区 切断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白崇喜本来的目的就是借机 攻占日军所占据的天险 奈何这支日军部队远比白崇喜想象的强悍 凭借着毒气等手段 这支部队硬生生撑到了港村宁次 派人进来支援 国军最终只能选择退守 田家镇并在此坚守 面对九宫不下的田家镇 日军两次大规模增援前线 得到补充的日军对田家镇 外围的半壁山和腹植口进行猛攻 此时的日军已经集结了海陆空三方面 约三万精锐兵力 不仅动用了飞机军舰 甚至还持续释放毒气弹对田家镇进行打击 保卫战周后期 日军优势愈加明显 但损失惨重的国军依旧顽强抵抗 甚至在夜间白刃作战中 为了更好的识别敌人 战士们集体脱去上衣 手持砍刀 摸到身上穿着衣物的上去便砍 整夜的厮杀过后 被砍杀的日军失衡遍野 9月28日 日军大举发动总攻 国军第57师在师长师仲成的带领下 浴血拼杀 拼尽全力阻击日军进攻步伐 但在敌人毒气弹和炸弹的双重打击下 57师几乎全军覆灭 9月29日上午 武汉最后一道屏障 田家镇失守 田家镇保卫战的失力 奏响了武汉撤手最后的杯葛 虽然将士们奋勇杀敌 但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 武汉保卫战历时4个多月 艰苦卓绝 中国军队以海军进末 伤亡40万的代价 迫使日军 一伤亡10万 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 好在国军吸取了松湖会战的教训 主动提前撤出武汉 保存了有生力量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 日军顺利地占领了武汉三省 控制了我国的核心腹地 可以说日军的确取得了胜利 但从战略上来看 他们输得非常彻底 日军之所以累积在武汉战场上 投入40万兵力 为的就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迅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 但中国民军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 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 更重要的是反罪了日军企图消灭国民政府 消灭国军主力 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 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 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 争取到了时间 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 中国人民开始后机勃发 悄悄地凝聚力量 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了尾声 日军也已经是强奴之末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日军和英军却在周南半岛 缅甸的西唐河湾 爆发了一场悬殊的战争 之所以说悬殊 是因为英军仅仅付出了阵亡95人的代价 就成功歼灭了1.4万名日军 让日军不得不认清现实 打消了企图在缅甸赋予顽抗的想法 那么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 时间回到1944年5月 这个时候法西斯州新国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 当时在欧洲 苏联已经把法西斯德国赶出了自己的国境线 赶回到了战争起始地 盟军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准备开始反击 在太平洋 美国也已经占据主动 成功收复了关岛和塞班岛 一举攻破了日军所谓的马里亚纳外环绝对防御圈 而在东南亚地区 日军也陷入了泥潭 因为没有突破印度东部防线 导致他们占领印度全境的妄想变得遥不可及 反倒是一句 日本是十草民族的口号 让日军前线进攻部队陷入到了缺占少粮的困境 有境外名官兵 由于得不到相应的给养和救护 白白丢了性命 这也加缩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 营军在威廉斯利姆将军的带领下 开始由失败走向胜利 向驻抓在缅甸的日军发动了反击 一直到1945年6月 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日军多条防线 彻底将日军赶出了缅甸仰光 一句挫霸了日军想在东南亚地区站稳脚跟的美梦 这个时候 美军在缅甸的形势一片大好 已经在缅甸地区推进了近500公里 最远他们已经到达了缅甸中部的西唐河谷一带 按照威廉斯利姆将军的想法 他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将集中精力将日军赶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然后捎带手把盘据在中南半岛东南地区的日军一举歼灭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日军第28军的英警省三 为了躲避英军的河围 准备将部队撤离到一路瓦底江古地 但当他们逃离到佩谷有马斯山附近的时候 十分意外地与另外一支部队日军第150旅团会合 于是他们决定对英军发动攻击 想要突破英军在西唐河谷的缝索线 这样就会让突围大部队逃往泰国 英军立马发现了日军的反常举动 见到他们不是想逃离 反而要进行战斗的姿态 已经判断出日军有可能是要进行突围 就是在这个时候洗出天降 印度一支侦察队 在袭击一支日军小分队时 意外缴获了一个文件袋 里面居然是日军的突围计划 洗出往外的印度人立马将这份绝密情报 送到英军前线指挥部 英军斯托福德将军在看过日军的计划后 立马命令弗兰克梅斯维希将军 带领英军第四军围绕到日军的后方 从而堵截住日军的退路 顺便还能来一个围点打员 一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耻辱 英军第四军团下辖英印军第十几印度步兵师 第十九印度步兵师 英印军第六十四旅 是一支参加过欧战 由英军和印度精锐组成的部队 各个骁勇善战 汉不畏死 其他两支印度部队 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检验的部队 不像斯利姆和战役中的那些印度军一样水 所以英国指挥官高度信赖他们 这个时候 日军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突围合作计划 已经由英军全面掌控 还是按照作战计划的企图 按部就班的推进 日军英警将军还刻意下令突围部队 在进入战斗前避免开火 企图用突袭的方式 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从而突破英军的围追堵截 然后渡过西唐河 日军英警将军天真的认为 只要对英军进行突袭 日军就可以牺牲小部分人的代价 让大部队跳出英军的包围圈 但是日军英警将军忽略了日军渡河装备的短缺 从而导致他们在渡河时 在制作木筏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一误了战机 使得他们早就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时机 日军的突围战一直拖延到7月3日才正式展开 此时的日军第33军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 他们试图协助英警将军的部队突围 但是英军早就严阵一带 还给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大圈套 故意放日军第33军按计划前进 直到日军进入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区 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击 用大炮对日军进行了猛烈攻击 英军的炮火让日军33军措手不及 很快就人羊马翻 日军携带的几门宝贵的榴弹炮也被英军摧毁 见到此种状况 日军第33军牧村将军直到再不走 就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 不得不下令迅速撤离 与幸存官兵一起逃出了英军的包围圈 虽然日军第28军没有等来支援的33军 但日军的第28军英景将军还是决定于7月15日按计划实施突围 可是当攻击开始后 英景发现自己错了 对岸的英军为他和他的几万士兵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斗角场 一个个活动的火力点 坦克车 装甲车 把死亡的阴影投射给了准备渡河的日军第55师团的全体官兵 对岸英军一次次的反突击 造成大量日军伤亡 特意赶来观望的缅甸军队也做好了和日军战斗的准备 英军还投入了两个坦克中队 希望通过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 收拾日军的漏网之鱼 特别是倒霉的日军第55师 碰巧进攻路线正对着英军的装甲部队 直接冲进了英军的火力网 大约一千余名士兵牺牲 其余的只能连爬带滚 鬼哭狼嚎地逃回了林子里 据一位当年参战的老兵的回忆 在他的火力点前 他的机枪就达到了有差不多一千名日军 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日军尸体 被西塘河的流水冲到了下游 由于尸体太多 还一度造成下游的堵塞 同时导致西塘河的这一段交战地域的河水上涨 但是 所有的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日军指挥官的信心 在看这一波波倒下的同伴尸体之后 攻击并没有停止 反而越演越烈 那种情景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接连几天 日军第55师团就这样在西塘河旁 被全部消灭 在55师团刚刚灰飞烟灭后不久 第54师团也赶到了西塘河边 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准备 全体就向对岸发起了攻击 结果还是一样的 没有几天第54师团也全军覆没 对于日军来说 此时面临的战争局面是绝望的 如果渡河就会被英军的火炮轰进河底位鱼 如果从公路走 又有印度第19步兵师和英军坦克中队的封锁 而自己所预留的粮食弹药 已经不够满足继续作战的需求 许多人甚至依靠吃一些树叶野菜维持生命 更有很多士兵喝了脏水而上吐下线 此后不久 日军中开始出现了疾病 许多的士兵因感染疾病无法战斗 等待他们的只有虚弱的趋势 比疾病横行更为可怕的是 许多士兵不能行动 或者行动缓慢 结果成了英军绝佳的活靶子 英军轰炸机则每天都能将炸弹投在他们的头上 这样日军更为难过 到了七月底的时候 日军已经彻底地陷入了绝望之中 几次突围和解围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而英印军中 由山地兵组成的猎杀小队 不断地在丛林中围捕日军 只有那些向正牌英军投降的家伙 才能保住小命 这使得日军的组织度和士气 下降到了最低点 许多士兵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丛林中游荡 走向死亡终点线 也有一些还没有被绝望逼疯的日军选择了投降 日军此战总共伤亡多达1.4万人之多 患病者多达近2000人 而反观英军方面只有95人阵亡 322人负伤 因水土不服 和物影脏水感染病者 大约1500人 可以说打出了神乎其神的交换笔 此次战役结果之后 日军在中南半岛已经无法继续下去 缅甸地区尚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投降或者稀里糊涂的为他们的天皇尽忠 西唐河湾战役可以说是在太平洋战争中 盟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全面退出中南半岛的一战 此次战役使得许多日军官兵看清了现实 放弃了继续顽固的想法 而让他们看清现实的 正是盟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日军在战斗之前就看清现实 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白白送命 但历史没有假设 日军背负欠下的亚洲人民的血债 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